我会去看我的男生朋友最终的女生 去追踪他们认识的朋友 恢复他的现实动态 就会很有机会得到他的回忆 大家就会觉得你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就不会对你有那么多戒心 今天呢我要来访问一个非常年轻的渣男 据说是年轻小女生的杀手 而且曾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男生 但现在改邪归正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来打给他 请他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这些女生可以长知识 直到更多招以后慢慢破解 就不会再被扎到了 好现在就来立刻打给他 喂 嗨 请问是网友报名的渣男陈先生吗 你今年几岁 我现在21 你21岁 对 你照片不像21 不要这样 所以你现在在读书吗 没有我出社会了 嗯我想也是 今天就请你来分享一下 一个男生如何从不认识这个女生到认识 然后追他到成功追到 这其实需要一点事情 这有分阶段性 就是这个SOP作业流程 你有个SOP 我基本上分两个日 就是Tinder跟IG 我会去看我的男生朋友 他们追踪的女生 我会去看他们追踪的女生有哪些 我会去追踪他们有追踪的女生 就是去追踪他们认识的朋友 嗯 去恢复他的现实动态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就会很有机会得到他的恢复 没错 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去看他的竞选动态 因为他的竞选动态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他兴趣喜欢做的事情嘛 或是他喜欢听的歌的类型 对 然后像我之前就遇到一个 他喜欢听爵士乐 啊我根本不听爵士乐啊 我根本不听他什么东西 嗯 然后我就上网随便Google 爵士乐乐团 欸你也喜欢听爵士乐 我喜欢听这个乐团的歌 然后他说 欸你很有品味 你俩话 其实我根本不懂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话题的开始吧 嗯 对然后一旦他有回复之后 你就是慢慢的跟他聊天 然后这个时候 你们就有一个共同话题 就是那个追踪他的男生 或追踪他的女生 就是欸你也认识那个谁谁谁哦 嗯 然后他可能就说 没有啊那是我国中同学之类的 哦 然后说欸啊你觉得他认怎么样 然后开始讲他的八卦之类的 而且大家就会觉得你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就不会对你有那么多戒心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如果跟那个女孩子聊到某个人的八卦的时候 他就绝对不会跟那个人讲说 你们两个有聊天 哦不定哦 欸没有没有没有 只要你要那个女生也讲出那个人的八卦的时候 女生也讲的时候 对对对 他就不会承认说他有跟那个人聊天 所以你就可以处一个非常安全不受认同论 然后非常打扰状况之下 然后非常有话题的军行下去 欸你好恐怖你什么星座 我是事实存 哦 事中之乱 你就是 你就可以进入一种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 然后很有话题的聊天聊下去 你就可以说我之前跟某某某有吃过一家餐厅还不赖 你要不要 我我我我最近想吃 你最近有空吗 你都直接明目张胆的约了 对因为 我之前都会直接跟人家说要不要约出来吃饭 然后人家就会说你都这么直接吗 嗯 我就说没有因为我不是渣男啊 如果我是渣男的话我就会划束你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就想好好跟你相处 哦 哦 对所以我就会很直接的跟你说要不要出来吃饭 我没有必要跟你套路 啊其实我就在套路他啦 好可怕 对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IG的追踪数不要超多 嗯 哦对对对 你追踪别人不要追踪很多 你你懂我意思吗 懂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那种 就是到处追的那种男生 对对对就是你追一个女生 对 你追一个女生 然后假如你传续给他 他都爱回不回你就好歹把他退掉哦 他不理你你就把他散掉 你你不要一直让你追踪数变越来越多 那女生就会觉得 哦你对每个女生都这样子 对我会注意你到时候有没有退追我哦 我还以为你是我粉丝 你到时候想说诶多一个人 啊不行把我退掉 我直接揭发你我跟你讲 我追踪每个人从280到260 再从260变280 然后再从280变260 怎么懂 重复循环everyday every time 哦就是20个 对20个软 我就让他站到20个软跑 因为他看不出来 不会有人刻意去记你追踪到底有几个 但是人家一点也就是 哦他追踪就200多个而已 好可怕哦 你都没说 诶以你的年纪21岁有这种心机 我不知道你30岁的时候 会变什么样的男生 好可怕 我30岁然后 之前台湾的女孩子 没有啊 你30岁的时候可能吃很多药了 不要诅咒来宾 对啊如果你传个两封讯息给他 然后他都不会 你会 我会把讯息收回 你 你还把讯息收回 对我会把讯息收回 你这种人 哦 我会把讯息收回 就是他如果有要跟他闺蜜讲说 诶没有他这个秘密问我就点按 啊根本就没有聊天记录 啊记错了记错了 哦可能不是他吧 诶你好黑哦 诶你好黑哦 是不知道11岁的男生会黑成这样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假设 有一个女生 你可以常常看到她的现实 发她的跟人聊天的这一种 对不对 嗯 就是她常在发她在line上面 跟谁聊天的那种群组啊 或者是跟朋友聊天的那种记录啊 嗯 上发那个上面的时候 就是讯息就不要收回 你可以退追她 但是讯息不要收回 这代表一件事情是这个女生是很依赖社交乱体 你会发现某年某月某日她就回你了 诶但是你如果看那个女生 她就是很沉浸在生活里面那一种就是 她发的都是一些生活照啊 跟朋友出门啊 干嘛干嘛之类的 那如果她的讯息 你的讯息她三四天没有回 那你就赶快把她收回 你如果不收回她的闺蜜 你就吃不到了 好可怕 你那时候是没有想要真心跟他们交往的吗 那个时候就是想玩吧 没有特别的想要去跟谁交往 现在就从你们这边吸取一些养分 然后知识 然后分享给我的观众 让我的观众 女生不要误入歧途 误入你们的陷阱 没有 这不是陷阱好不好 你不是说你摆人子来 你怎么不是陷阱 没有我现在已经收散了 我现在很乖 对我就是因为收散了 才敢出来分享这些 让以后的少女们都不要误入歧途啊 好 谢谢你 你的IG点进去看 以我跟你完全不认识哦 就是你没有一直在发 可是你底下发很多什么 手表什么劳力士什么的 就是很明显我跟你讲 这种男生以我的经验呢 就两种 第一种就是真的是还不错的 就是今天能力还不错 但是应该也没有到超级有的 因为如果真的到很顶端的不太会炫啊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然后不然第二种就是有特别在经营IG 就是故意想要显示出就是我好像有点钱 然后吸引一些妹子来的 是吧 对对对 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真的假的 我看出来啊 真的真的 我跟你讲我老了 我老了 我老了才看得出来 年轻人真的是看不出来 他们很容易被一些蛮特别的东西吸引 就是你有的东西他们没有 他们就觉得还蛮特别的 你有带装扩吗 你说你说我出门的时候吗 对 我出门的时候不装扩诶 怎么说 你IG都在发那个表了 你出去不带那个表 也要带个不错的吧 我出去是带那个表没错啊 哦 你带表真的假的 我那表是真的啊 我有两只诶 对啊就是因为你带那表嘛 我跟你讲 真的是你那表就是 可以骗到很多女生了 没有你不懂的女生他还是不懂啊 谁会不懂劳力士 有些女生真的不懂啊他看不出来 庄德 没有 我不相信 我觉得其实你有一点在运用女生的虚荣心 加上你又很体贴 就是很容易 年轻的女生很容易就会中啊 对因为不会有女生想要跟 比他 弱 对因为女生都会有一种依赖感 没有没有我觉得还好 因为男生也是啊 没有人会想要找 比自己条件还低的 这是正常的 人类就是这样啊 一定会往好的看 对物以类聚嘛 如果十分是彭于晏 王阳明啊之类的 你觉得你自己有几分 大概六分吧就是还好 还可以看啊 中上中上 对就是从中上吧 就顺眼而已 哦 第二个话就是 如果在厅层上面滑女生的话 一定会去做筛选 因为 大会有一个配对机制 对我在滑左边滑右边什么的 对 如果你一直滑每一个都滑右边 他给你的女生就都很烂 哦 是哦 对 你如果都有在做筛选的话 那系统可能过个三四天 你接下来系统跑出来的女生 就都会是比较高人气的 然后很漂亮的女孩子 现在一开始先跟她鲜花家畅 然后你开头啊 不要太多话 然后 她回你讯息的当下 你就算看到了 你也不要马上去恢复她 嗯 就是你的第二封讯息 大概隔个一下子 大概二三十分钟 你再去恢复她 诶可是这种东西在听得上也适用啊 因为你不跟她聊 她也可以跟别人聊啊 对可是 呃 我 我简单这样子来讲 好了 就是我们配合到女生都是很漂亮的嘛 人气很高的 嗯 那当然她就是会有很多人在聊天 哦 很多人在聊天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在掺杂在那里面 那就很不特别啊 哦 我懂我懂 所以你如果隔个二到三十分钟再回 她就会觉得你怎么会那么慢 然后她就会先点开你的讯息来看嘛 因为你 她一直在回别人的你忽然跳出来 那你就会在最上面 你觉得会有什么被刷下去的那种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懂懂懂 对然后她你如果在最上面的时候 她去把你点开 然后她去回复你的讯息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秒读秒回她 到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必须先要到她联络资讯嘛 就是IG之类的 对 这很重要 因为 其实我测试过大概十个女生里面 呃 九个月出来的都必须要要到 电罗资讯 因为你不是否约炮的 你就是否想要追这个女生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想要跟她更进一步去认识她 见面到她的话 嗯 那你就必须要去了解她生活 基本上就是他们下班呢 比较累的时候 陪她们说说话 陪她们抱怨一下 然后跟她暖暖的睡一声 哦我还在那里面起床的时候 要记得跟我说一下 之类的 蛤这我不行耶 什么起床跟你讲什么的 这种恶心的我不行耶 除非我真的喜欢像这个人 暧昧的气氛里面好不好 到底是 这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就是你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们先有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话题 嗯 然后你要慢慢的去创造一些共同的小目标呗 例如 例如说我认识一个喜欢骑尾式排的女生 那我就会跟她设定一个说 那不然我们年底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骑车去哪里跨年 我 哦好对不起 走了走了 你说你说 没有好久 为什么要跟你跨年 你是觉得你一定追得到我吗 没有 我的前提都建立在于 她已经愿意持续回复你讯息了 哦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你一开头就跟她讲这个 已经跟她聊 聊得蛮不错 聊了有一下 然后重点是你们又有共同朋友 对对对 就是她对你是没有心房的情况之下 你去跟她讲这个 她是可以OK的 哦 但是当天你们什么都没有的话题之下 那你去跟她讲这个她就会觉得你很恶心呢 嗯对好 算是小狗狗 我过关 你就是 小狗狗 我有一招就是聊天嘛 聊天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有曖昧的情愫在那 我会在每次她说她要睡的时候 找一个语录感性一点的 嗯 然后把她发到我的现实动态上面 然后跟她起床的时候要看到她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在降落之类的 哦你会找一些跟她相关的语录 对对对对 我懂了 你不直接初级去追她 而是 又是很像那种默默守候你 那种 憨厚老实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你愿有企图心再来说 他就会觉得你很危险 但殊不知 你是披着羊皮的 臭狼 那你有做过什么 你觉得最不好的事情 你说最糟糕 我觉得自己很差劲的人说 对 我有一次交三个女朋友 然后 有一个怀孕 真不是故意的 她跟我说她有吃药 她说她有吃四次钱 我就跟她说 那你可以拿掉吗 她说她就是可以 她是可以接受的 那时候三张钱不够 然后我就去跟另外两个女生说 这一生很困难 然后遇到一点状况之类的 然后我就跟她们借钱 然后去让那个女生堕胎 就是我拿我其他两个女朋友的钱 去让我第三个女朋友堕胎 那真的假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蛮糟的玩 可是那 后来怎么结束 同事三个女朋友 没有到时候就变一个嘛 为什么 太忙了啊 出不来 那留哪一个 留我感觉最好的那一个 就不是怀孕那个就对了 好 对就是留了一个 我觉得跟她相处起来蛮开心的 嗯 陈先生以后会生女儿哦 不会哦 人家想讲 不会我以后会生儿子啊 那你有什么其他就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方法吗 你有就是搭讪过女生吗 哦 很长耶 怎么搭讪 就是我买红叉帮 买到红叉帮电源变过女朋友 怎么做到的 就是我每天都会去买 嗯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都固定喝什么 你以后看到我你就帮我做这个 嗯 对然后她就对你有一个第一印象 对奥卡的印象 对奥卡的印象 然后 好继续对不起 然后就是 你上去跟她买 然后有时候你就趁她比较没有人的时候 就可以跟她馅料几句 这个真的会中 这个可以对 我以前是饮料店店员 对你就跟她馅料几句 然后 但是你不要逗留太久就是 就是稍微聊个 对慢慢慢慢她就把你当朋友 对慢慢聊个五分钟之类的 嗯 对然后到后面 你就跟她说 那你有IG吗 不然我没有IG聊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 每天都去找她买一杯两的 笑而投资 嗯 然后 慢慢跟她对你有好感之后 你就问她 那你什么时候休假 嗯 有休假的时候 不然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你喜欢喝咖啡吗 之类的 然后就 嗯 就是有好感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子 对 因为你已经长期的 她已经常常的见到你这个人 嗯 她对你一定是 对她对你一定是非常放心 非常非常放心的 真的 欸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这个方法可以交给一些 不会追女生的男生 因为我们今天这集 并没有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渣男 但是我们可以从渣男身上 学到一些把妹方法 嗯 让一些比较害羞内向的男生 跨出第一步 对 谢谢你 今天真的是蛮受用的一课 你这个应该算是就是 年轻女生我觉得会中的招 那各位观众 大家听完以上 自己觉得 IG人设 建立出有钱人的感觉是 对你来讲 有没有加分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谢谢大家 谢庆多 谢谢别 quitting 我们的梦